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听取对方阐述有关期许 首相对李显龙的期许表示欢迎 并指已经准备好与黄巡才领导的政府继续加强马新关系 另外 首相也将邀请李显龙和夫人何金 在不久后到访大马 团结政府成立以来 一直积极推动国内的种植发展以及改革进度 首相达多斯拉乃呼吁森纳美种植与政府积极配合 采取更多措施 并减少我国种植及原产业对外老的依赖 首相拉表示 森纳美种植在种植和原产业发展中 使用先进技术和不断创新改革 旨在为小园主提供协助 首相说 森纳美种植正研究将人工智能科技 融入企业日常运作和工厂生产中 响应政府积极推动的国家数码化政策 首相昨天到访森纳美种植 位于雪州花拉冷月加里岛的棕油营运厂 以了解该公司目前最新运用的科技技术 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成绩 将在本月27日公布 教育部认为所有考生拥有充足的时间 申请进入大学 同时相关日期也不会影响教师的假期计划 因为学生可以上网获取成绩 我们看来的教育 教育部设成绩 因为相关日期涉及学校假期 为此教育部长法迪纳指出 该部是在听取各方意见后 做出这项决定 陆军的黑鹰直升机 无法在上个月如期交付的事件 将按照合约规定进行审查 国防部长达德斯里·莫哈曼卡列指出 假如国防部判断承包商 无法履行合约 该部会斟酌是否取消合约重新招标 莫哈曼卡列指出 所有细节还需要根据合约条规 决定下一步动作 如果承包商确认无法履行合约义务 就必须做出应对措施 莫哈曼卡列表示 购买直升机的过程复杂 必须订购直升机或船舰上的零件 并且需要耗时组装 因此政府选择租用直升机 而这符合政府的紧速措施 4月17号 陆军司令丹斯里·莫哈曼哈维·朽利安指出 首阶段交付 涉及租给陆陆空中部队使用的 四架黑鹰直升机 而其中一架 本该在该月完成交付工作 滨城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展开披露行动3.0 在北来的一个加油站带捕一名罗里司机 并充公了近500公升涉嫌走私的补贴柴油 滨城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主任日干指出 这名司机未能出示储存柴油的执照文件和许可证 他表示 在检查设施罗里时 执法人员发现 车内的八个集装箱内疑似存有柴油 一套电泵机和油管等 当局也一并充公这些工具 以做进一步调查 当局也一并充公这些工具 以做进一步调查 只干指出 这项取缔行动 是根据执法小组的情报进行 并在上周二在相关加油站 逮捕了这名罗里司机 他透露 所充公的物品总值超过三万两千令吉 其中包括涉案柴油 估计价值一千零七十五令吉 当局援引一九六一年 供应控制法令调查此案 日前 霹雳州移民局通过震撼行动 在石兆园两所娱乐和按摩中心 取缔涉及违法的不良活动 期间 当局供逮捕40名外籍人士协助调查 霹雳州移民局主任 没有指出 遭逮捕的外籍人士分别来自越南 印尼 缅甸 中国和泰国 弹雳州移民局通过震撼行动 这四十名外籍人士全部被拘留在以保移民局以待当局进步行动 国素人在是之后 ? 是 岳島 宜所移民局通过震撼行动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有国际新闻 10日 联合国地使界紧急特别会议 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通过决议 认定巴勒斯坦符合联合国宣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 理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同时 该决议赋予巴勒斯坦享有额外的权利和特权 在加沙战斗肯肆虐之际 巴勒斯坦在上个月重新提出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要求 而目前 该国的身份为非成员观察员国 巴勒斯坦如果要通过相关决议 就必须在联合国大会取得多数赞成票 另外 该决议也明确排除了让巴勒斯坦被选为安理会成员 或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可能性 但允许巴勒斯坦直接提交提案和修正案 而无需向通过其他国家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对该决议表示欢迎 只支持巴勒斯坦在安理会建国问题再次进行表决的努力 以巴战争导致死伤无数 过去二十四小时 巴勒斯坦有三十九人在战争中不幸死亡 目前死亡数字累计三万四千九百四十三人 美国国务院表示 以色列在使用美国武器的时候可能违反了国际法 然而没有足够证据终止对以色列的武器运送 据了解 以色列是美国最近灭的盟友 但在长达七个月的加沙战争中 以色列制造大量的人道主义危机 而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 美国总统拜登公开威胁 指如果以色列继续进攻人口重密的拉法 将扣留某些炸弹和炮弹 拜登是在二月发布了一份名为NSM20的备忘录 要求接受美军援助的国家 做出可信和可靠的保证会遵守人权法 邻国泰国的异常高温夺走61条人命 超过52摄氏度的高温 引发全泰国的关注和担忧 曼谷卫生当局指出 死亡数字已超过去年全年死亡数量的两倍 目前高温天气已经严重影响公众健康 泰国的异常高温夺走了61条人命 而相关数字是2023年全年中暑病例的两倍 据了解大部分死亡病例发生在泰国东北部 相关地区是依赖农业资源的地区 高温天气对于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同时加剧人们的健康风险 泰国气象部门预测 高温天气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此民众需要采取预防措施 如避免在炎热时段外出 增加饮水量 避免暴晒等 以确保自身健康 今天是新股毛周一席补选的投票日 以大清早 投票中心已用现人潮 已为主业的候选人投下一票 几日早上十点 新股毛周一席补选的投票率达到18.05% 气象局指出 新股毛会在下午迎来雷雨 因此选民受诉 妥实安排行程 以便顺利完成公民业务 新股毛周选区 共有40,226名合格选民 其中39,362名为普通选民 今天前往18个投票中心 投下手中神圣一票 至于军警人员和家眷 已经在7号提前投票 履行公民义务 今早8点左右 乐斯华小投票中心 陆续迎来人潮 这所游乐斯新村投票区 与瓜拉卡里路投票区 共用的投票中心 设有时间投票室 合共5438票 是新股毛周选区 最大的华裔票项之一 原任新股毛周议员李济香 3月21号布迪并魔逝世 中年58岁 也让雪州在2023年 举行周选举之后 迎来首场补选 新股毛周一席补选 掀起四角战 分别是国盟土团党的 凯罗阿查利 新盟行动党的彭小桃 独立人士 劳可鲜 以及人民党的 哈维术·赞路定 配合新股毛周一席补选 警方将在今天下午3点开始 封锁五条路段 直到完成计票工作 民众受挫 使用六条替代路线 前往目的地 同时 选委会也提醒选民 携带身份证 也让投票过程顺利进行 布鲁徐兰儿景区主任 阿玛法伊萨景监在文告中指出 封锁的路段分别为 莫迪卡路 阿多哈密路 拿多木达甲法路 莫基劳路 以及卡马鲁定路 由于这五条路段封锁 民众受挫使用六条替代路线 前往目的地 分别为古毛路 拿多达巴路 勒斯都来路 拿多礼塘路 塞马索路 以及彭亨路 阿玛法伊萨促请民众 遵守封路指示 好让当地交通顺畅 另外 为了确保选民的投票过程 顺利进行 选委会也提醒选民 携带身份证 选委会强调 携带身份证 对进行姓名核对 以及顺利完成投票过程 至关重要 改会也提醒选民 不要将身份证 交给选举官以外的人 以确保身份不被泄露 经历两个星期的竞选期 新古毛州选区的选民 今天迎来投票日 选民对新古毛的未来发展 抱有高度期待 下来跟随本台记者 一起聆听当地市民的名义 以及对地方发展的期望 不需要任何事件去 Selayang 不需要任何事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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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们和人们都很容易 如果能够成为了 团队的团队 给了一个新的练习 建设了一些新的工程 去拆放在外面的团队 尤其是在 Selangor 在KGB 政治分析师 曼尼玛燃呼吁选民 积极行使选举权利 并选择能够最好代表 他们利益的候选人 以推动新古毛州议席的持续发展 明天新古毛州议席不选 将上演四角战 无论候选人提出了任何的承诺和计划 选民都需审慎考虑 确保所选一元 能够有效旅行其职责 推动该地区的繁荣发展 RTM采访报道 既然就ほんの度 我承论win 和列情摂派 Damit 的差点 将材方面より annoy 再层予未来的品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Semua boleh memainkan peranan dalam menjaga alam sekitar Hindari plastik sekali guna Untuk maklumat lanjut, sila layari laman sesawang berikut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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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